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POP撞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撞新闻 我是黄青龙 全球肺炎的确诊的人数 现在节节升高 已经来到了133万突破 那么死亡的人数达到了74169 这里面当然美国是最受到关注的 美国现在的确诊数 那么越拉越高 已经达到了30 大概30几万 然后死亡人数突破了1万人 这是大概一个最新的数字 所以美国也继西班牙 跟这个意大利之后 现在成为新冠肺炎的 确诊死亡的这个病例 超过1万的这样一个国家 而且美国还会继续往上升 虽然是坏的消息 不过所有的疫情 它都是一个比较的 比如说意大利跟西班牙 现在他们的这个确诊数 也都达到13万12万 那死亡人数都破了1万了 但是呢 它连续几天 像意大利来讲 它的疫情一定有所缓和 那么每天的这个确诊数 低于5000 那么西班牙也有这个状况 美国虽然还是增加了很多 但是美国在昨天一天 确诊人数也比前一天少了一点 当然这个少了一点还是很多了 还有25000多 但不管怎么讲 这个资本市场 就有受到这一些 疫情似乎趋缓的 这一些消息的一个影响 那么昨天的美国股市 一开盘就冲高 那么后来又加上市场消息说 这个沙利阿拉伯跟俄罗斯 已经接近达成减产的一个协议 所以呢股市狂飙 最后倒穷指数 那么狂飙了1700多点 那欧洲的股市也都上涨 这可以说是一个金融体系当中 对整个疫情的一种 比较乐观的一个研判 所产生的一个市场的效果 好那但是在个别的重要名人的部分 我想今天全世界最关注的 大概英国首相 这个强生 Bolton Johnson Johnson Bolton 那么他感染了这个新冠肺炎 入院住院了以后 昨天传出病情恶化 那现在他已经要送到了 这个叫做身切治疗部抢救 所以强生现在是已经进入到 抢救的一个状态 他是这样子 10天前 他确减为这个感染了之后 后来病征持续 那么到礼拜天晚上 进到医院去接受进一步的一个检测 那么当时 首相府还提到说 这个他的情况良好 结果在当地时间 礼拜一下午 他的病情出现了恶化 那么现在除了他本人送到 等于说是一个紧急的开刀房 去抢救之外 另外英国说媒体报道 强生已经指示 由外相 来暂时带领他的职务 换言之 连接班人的部分都已经有想好了 好 强生 大家知道 他其实一开头 他不太相信 新冠肺炎的一个疫情的这种威胁 所以英国才会出现所谓的佛系抗疫的一个说法 那么甚至他还讲说要大家有心理准备 你的可能会失去你的家人 等等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一场疫情感染来 有人这个要被淘汰掉 是这种心态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英国从查理王子到英国的卫生大臣到首相 现在全部都染疫的 那你染疫了之后你就有一定的风险 那么媒体来分析 这个讲到强生的身体特征 因为强生的体重最高的时候 在2018年的时候 他体重最高达到104.8公斤 他的身材你可以看得出来算健硕 但是也有一定程度的吃肥 而很多研究都显示 肥胖者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新冠肺炎的并发症 也就是说你感染了新冠肺炎 得到阳性的确诊了之后 肥胖者最后引发并发症以及死亡的比例 要比身体身材正常的人要大 很不幸的 现在现在55岁的Borden Johnson 那么就有这个问题 那么体重太胖 而且坦白说 他这个也是一种病毒的报复 因为他一开头完全轻忽 完全不在乎 结果没想到现在就直接逼到了 他的头上来了 好看一下法国 法国的疫情 现在死亡人数也逼近9000的 那么法国有差不多10万人的确诊 所以法国可能是 这个会成为第五个确诊人数超过10万的 纽约市的这个除了人的这种疫情之外 老虎也传了疫情 就是Bronx rule 美红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 那么有验出来一对一只老虎 那么对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检测是阳性的反应 那么这应该是美国第一个 这个老虎感染个案 那么他们怀疑可能是动物园的职员传染给了老虎 所以呢 这可能是人传动物的一个例子 那以前我们都怕动物传人 现在是人传动物 好在中国的部分 中国昨天 那么确诊 那这个三十几例 那当然都是境外为主 4月5号 31个省份新增病例39例 有38例是境外输入的 那这当中 境外输入的 主要的是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在4号跟5号两天 增加了33例的新的这个病例 那么检查出来 都是从衰芬河口岸入境的 俄罗斯输入的个案 衰芬河是在这个中苏边境上 的一个黑龙江省的一个城市 那每天大概有数百人 从俄罗斯入境 那么现在发现那个地方 可能是一个境外移入 在东北地区的一个主要来源 所以现在决定 这个黑龙江省决定 从今天开始 要关闭掉衰芬河的口岸 那么这个口岸 你关掉了之后 现在看起来是中俄 一两万公里的边境 现在全部都是关闭的 一开始是俄罗斯先关闭的 现在轮到由中国也来做关闭 那另一方面在中国南方的广东 广东在前天新增5例 而且都是本土病例 那么这5例呢 看起来是所谓的无症状 无症状感染者所引发的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魏建委 现在已经把广东的染疫的层级 又拉高为中级了 跟武汉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看广州 广州有一个地方 都是有非常多的黑人 非洲黑人聚居的 在三原里附近 有个摇台区 摇 这是协议边的摇 这是这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广州有上万人的黑人 住在那个地方 结果昨天传出来 那么决定要对这个地方 封村14天 那么当地民众说 这是为了进行封闭排查 对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 那当然当地网民也有讲说 这显示滞留在中国的黑人 才是境内最大的隐患 所以他们甚至要求 把签证过期的黑人直接遣返 好 这个广州的黑人 聚集地据说有上万人以上 那么现在是因为 这个境外的移入的这个疫情 那么可能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 所谓的骗区 容易发生的地方 所以现在连轮到他们 也都整个要来做一个风查 另外现在美国疫情蔓延得很迅速 那现在轮到中国 在考虑要把这个 这个这个华侨接回去 之前大家记得武汉发生疫情的时候 美国第一个就派出专机去撤侨 现在美国 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发出了 说搭乘临时包机意愿 进行摸底调查的通知 那么第一批要向调查 符合条件的这个小留学生 中国的小留学生 来开放登记等等 但是这个大家认为说 这是一个摸底 摸底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实验 如果需求量很大的话 不排除 那么如果美国疫情继续恶化 中国可能会派出撤侨专机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愿意回去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来谈一谈 非常多跟体制有关的 欢迎回到POP壮新闻 见到节目现场是 政大国安中心的研究员汤绍成 教授 汤绍 早 主持人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是 我们现在在播音间做现场节目 现在都要求要戴口罩了 戴口罩 我现在讲话 但是口罩讲话还是有点怪怪的 好 汤家我想这样子 我几次的节目当中也请您来 都会谈到说 疫情本身对各个不同的体制 也是一次很好的一个检测 那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认为说 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 可能是造成疫情隐瞒失控扩大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是中国的这个集权跟举国体制 也让它的疫情的可控性 相对来讲 现在事后诸葛亮来看的话 跟欧美现在流行的比较之后 中国这个体制展现的效能 又似乎大家看到了说 让中国似乎又看到一个新的扩张的一个机遇 好 节目一开始先跟您谈一谈 这个您觉得中国有出现因为疫情之后 新的扩张的机遇吗 这个问题啊 我倒觉得说需要很多前提 对 因为你说现在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迹象 意思就是说 大陆那边好像是已经说大致控制了 可是谁晓得 其实也还没有 万一第二次大爆发 对对 因为现在无症状的 对 他们本来都不列入其中的确准 但是他们以为是阳性的 他只是没有症状 对 他们现在民间本来叫做代菌者 对代菌者 那他现在有些地方你复工 复工然后又又关闭 又关闭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这些现象都是不定数 你找不 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确定 对 对不对 那所以说你刚刚那个问题呢 是说看到一点苗头 对 可是呢 这个苗头呢也是相对的 相对什么呢 就相对美国的情况 因为美国的情况 现在让人家感觉到 当然也不见也不是很确定 是 感觉到正在一个大爆发的前行 嗯 嗯 至少还要一两个礼拜了 我在想 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会这样 嗯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未知数 明白 不过 确定的是什么呢 确定的是两艘航母 嗯 两艘航母呢 他里面有官兵 对 他确诊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的那个那个国防部呢 就宣布了60天 嗯 停止任何的 海外的军事行动 海外的军事行动 嗯 那这个东西是确定的 嗯 就说你没有军事行动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当然 那你相对起来 因为大陆这边没有做这个动作 对 对不对 不过也有人在意测啦 说怎么可能 中国大陆的官兵啊 都没有传出军中 他不知道啊 他非常保密啦 他一定保密的 我是信息聪明的 嗯 我发现现在美国那个 像那个罗斯福号的那个舰长 嗯 就像那个中国的李文亮 哎呦 有人这么说 他可能还不止啊 李文亮只是转发啊 李文亮只是转发 当然啦 行动上有一些差别啊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为什么被革职呢 嗯 就说你不遵守规定嘛 嗯 那你陷入陷入军机嘛 嗯 那跟李文亮不是一样的道理嘛 我说这个要用抽象的方式来 是 你来理解哈 对不对 嗯 因为你这个里头有很多细节 当然是不一样 一个是文人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健康 那你说现在确定的是 美国两艘航母已经表明哈 白 补脚大厦说 六十天内不做海外的军事行动啊 那另外呢 那中国的反应却不确定 那这个东西难说啊 也难说 因为他也 我觉得也很难说 嗯 因为现在就是 大家都在 怎么讲 就说 这个且战且走 嗯 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是 你也不晓得说 我到底 如果说我真的 走下去了以后呢 我自己的官兵 会不会有状况 嗯 也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对不对 那如果说真的有状况 那是不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 这个 来应变 来处理 嗯 那我觉得说 这些东西呢 都是不定数 嗯 只是说 如果 我们现在假设 是 只能说假设 那假设 如果说 这个 美国的这个战力 它持续的 要 这个停止 对 那这样子的话 那当然就凸显了 嗯 北京可能 嗯 它会对 在这段时间 就是在美国停顿的 这段时间当中 嗯 它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样的动作 嗯 而 现在我们看 这个整个全球的 这个局势啊 嗯 大概 可能的危机点 一个在中东 一个在东亚 是 嗯 这两个大的危机点 就危机地区了 嗯 那中东这边呢 你说中共会参战吗 就算你怎么样了 你中共会怎么样呢 对 不会反应 嗯 嗯 可是呢 在东亚这边 嗯 那你说 两岸或是这个南海 嗯 你说北京会不会参战 如果说真的 走到那一步的话 不是 你这个有个差别 因为 以前是 很多战争 是美国主动去打的 对 你现在是说 美国不会主动嘛 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 没有办法主动嘛 对 但是中国 有主动打过吗 不是说主动打过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状况 我刚才讲 你刚才讲参战嘛 参战基本上 是人家起个头 我去投入了 不是 参战有很多方式 嗯 可能是警告一下 嗯 也可能说 争扎权力 嗯 因为现在 道路那边没有动员 对 如果说 大举的 说要怎么样的 嗯 什么动作是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都还是防疫优先 还是防疫 当然是防疫优先 可是我就在这种情况下 那它可能会有些动作 为什么 嗯 我刚讲啊 现在 整个全球最重要的 我看的 这种 可能引爆危机的 这个 引爆点 嗯 大概就是 南海跟台海 嗯 因为你其他地方 很多专家都这么讲 对 因为你其他地方都已经被覆盖 嗯 而且重点是我刚刚讲的 嗯 中共不会参加 嗯 你知道你中东怎么报道 对对对对 老公不会参加的 对对对 那他不参加的话 那你就顶头就限于这个区域性的 嗯 对不对 只能是老美参加 是 好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还要再看一点 美国跟台湾的情况 嗯 嗯 台北 台北法通过了 嗯 下面还有一个 嗯 叫什么 叫台湾保证法 嗯 台北法在做外交 嗯 就是 跟外交相关 对外交上确保 它的空间 国际空间 台北保证法 台湾保证法 在做什么 嗯 在做国防 在做军事 嗯 他说我们要联合军演 是 好了 那你说你这两个 对 就你台北 那个台北保 台湾保证法 已经在 已经在酝酿了 是 那如果说你这两个 都通过了 嗯 那你北京都没有动作 嗯 嗯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过去的今天就是 外交部骂一骂嘛 对啊对啊 就骂一骂 可是现在呢 嗯 那当然这里头也要牵涉到 这个美国未来的这个疫情 对 对不对 嗯 所以我说现在台湾的这个情况 确实是比较 嗯 比较困难的 我们从 对从这个推论来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也有一些 绿营的一些人物啊 他们最近的公开呼吁 至少从一个小地方做起了 这个名称啊 不要再用武汉肥炎 对对对 不要应该改回 就是WHO的 对 当然这里头台湾社会也必须讲啊 台湾社会因为 受到北京的国际打压 还有WHO啊 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耿耿于怀了 嗯 根本以后来 因为WHO一直把台湾排除在外啊 那么所有的理由 大家我想台湾社会很难接受了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情绪 这个的确有情绪啊 这一点的确是一个是一个问题啊 好那回过头来讲啊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 从大概最近两三个礼拜来啊 大陆的外交部门啊 对 那么尤其发言人体系啊 那么跟过去来讲有显然的不同啊 不管从那个赵立坚啊 或者是华春莹啊 耿爽啊这几个人 现在大家都朗朗上口了 是一个发言人啊很有名啊 那么他们似乎啊 对外的部分啊 这个改他们用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战狼式外交官啊 的一个语调啊 对外的批评我毫不客气啊 那么甚至有时候那种用语啊 是强硬到过去很难想象的啊 我想这个汤教授 你也看到这样的变化 你怎么看这样的变化的背后的原因呢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啊 就是说 比如说你用这个武汉肺炎 对这个名字 这个当然就对北京来说 他可能是有很多的意见 这个认为说你这个就是一个 一种一种这个这个歧视 那所以说呢 可是很多人也讲说 那日本肺炎啊 对不对 西班牙流感啊 那个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好 因为那个是说已经确定的 就而且那个时候是跟WHO是没有关联 我懂 那现在呢 是WHO他已经确定了 我知道 所以嘛 所以你讲到重点 像比如说什么德国麻疹 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规定 我知道 所以你讲的重点就是说 要确定他的感染源 所以中共在乎的就是说 他希望武汉不要被认为是一个传染源 所以说了嘛 他希望 他希望 对他希望 那现在大家都讲不清嘛 可是WHO现在大家说是CHO啊 这是日本的外相讲的啦 所以WHO是CHO 对了对了 那是个别国家的意见嘛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是说 是不是这么样的确认 说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就是武汉肺炎 那这一点呢 这是北京希望能够让大家产生怀疑的原因 对对对 那当然嘛 他当然要洗刷 洗刷这个 这种罪名嘛 那所以说他当然必须要用外交的方式 来 可是你明知道他的戏徒 为什么要顺他的意呢 顺谁的意 顺他 顺北京的意啊 或者你明知道他的戏徒是要甩掉 那个名 那个从武汉发言的这个 这个意图嘛 对啊 那当然那可是那有些国家他没有这个能力啊 嗯 所以只能接受他的 那当然了 那就有些国家他觉得很像 这个很多的像这个 啊 中共现在援助的这些国家 那都都都都当然当然 对不对 拜爷爷拜奶奶 那当然嘛 那现在包括你像比如说你这个川普 你去抢这个 物资 中共要去 不是中共 那个时候是美国的3M 是 他的这个制造的口罩 可是他工厂在 在中国大陆 对对对 他用到曼谷了以后 被川普的高价 欧洲 高价抢劫 高价抢劫 那德国的那个外交部长说你这是海盗 对不对 那现在就说 这个东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那所以说那当然 那中方呢 他是觉得说 第一个他有很多 可以来帮助这些国家的 对 这种能力 是 这个就是这个比较正面的这个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说 你现在还有一些国家 说这个是武汉肺炎 那他当然他要尽力的来洗刷 这种 等于说他自己认为的这种污名 不 我觉得至少他成功的 因为在G7的会议上 这个美国国务卿 潘普一直要坚持说 共同声明 要把武汉肺炎这个字眼放进去 对 但是有很多的成员国是反对的 对对对 是反对的 所以最后并没有通过 没通过这个声明 这也表明说 中国大陆这个坚持 这个不能叫武汉肺炎 虽然背后的意图 我们看得清楚 那国际上 接受他这套逻辑的也不少了 也不少 这个当然 WHO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高点 因为WHO已经通过了 叫做新冠肺炎 不是武汉肺炎 所以这是一个变化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继续跟汤教授来聊 好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这个今天邀请汤绍成教授 他说我们刚刚谈到说 这个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前阵子出现这种 战狼式的外交的一种语调了 那路透报道说 这是出自习近平亲自下令的 那么认为说该斗争要斗争 是用一种这个毛泽东式时代的 这个这种这种语气来应对 那这样的一个应对 你觉得它产生的是 好的药的效果 还是不好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现在来看 可能 对 可能就是一半一半 是 那当然了 因为这要看你这个相对的这些国家 对 他抗疫的能力如何 所以最后还是实力的问题 他抗力越强 他根本就不甩你 他抗力越弱 他根本就帮你当大爷 对不对 那所以说这些东西都目前还很难说 你像比如说这个意大利 那意大利我觉得他也是 有一点这个 这个二分法 所以二分法的意思说 第一个他需要人家来帮忙 对 结果你来了以后 你说什么口罩也不合格 对 而且我还有看到 我还有看到意大利的政治人物录的视频 就全部怪罪是中国造成的 所以说了 那他也认为说 你看这个你的源头就是你 对对对 对不对 那所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 现在等于说都是非常混乱的一个情况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感觉到我要谈这个战狼式的外交语调 到底是不是如他预期的 原因就是这一阵子疫情在欧美扩大了以后 我们有看到这种更强烈的右倾的民粹主义 而且以反中 甚至反中共 反中或反共 为诉求在澳大利 在加拿大 在美国 在欧洲 都出现这样的一种很强烈的这些声音 那么我的意思说 这会不会刚好是一个 另外也是另外一端 就是说因为你很强烈的这种姿态 就形成这样的一种 当然 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说 相互相当 对对 相辅相成 那意思就是说 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呢 就是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是病原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排华 那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麻烦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不只排华了 你要排亚洲人 排黄 排黄 对排黄 那这种情况呢 当然了 那中方中国人是最多的嘛 对不对 大陆人是最多的嘛 那所以说他当然 他必须要有这种比较强烈的这种手段 来应付 因为这种东西啊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当然就是只能够说 我这个软硬兼施 我该硬的时候我要硬 那该软的时候要软 可是 可是我有一个感觉 尤其是赵立坚他开始丢出来说 武废这个可能是美军在军事运动会的这个带过去的 后来就引发了美国一连串 包括川普 川普开始讲说这个中国病毒啊 等等这些话 后来又改口了 我知道改口 我知道改口 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总体来讲 如果拿我们抽开来不要任何的情感 在情绪在里头看 我认为这个动作在至少在对外宣传 他是适得其反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应该可以预估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认为是为了对内的宣传 当然 我觉得目的是为了内宣 那不是外宣 当然 这个当然 我觉得一定会 因为可以对内宣打说 我这么强硬 等等这些情况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像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美国的那个航母的舰长 是 他 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因为他我想一定是说 他已经用尽了很多的办法 管道 都没有效 所以说他才写一封公开信 那结果那就被砸了 就被开砸了 那你说这种动作到底是 从政府 美国政府的角度看 这个是对的 那我应该开砸 可是你从 这个水兵啊 对啦 都给他鼓掌 都给他鼓掌 对不对 那个情情抗议政府 而且那个支持这个县长 那你说这种东西到底是谁对谁错 所以说你只能够说 你从整体来看 就是从国家政府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对的 可是你从个体来看 那这个又是错的 是啊 所以我说这个角度 我们 对我知道 那这个我们也没办法谈到太深 这已经谈到哲学的问题 就集体主义跟团体跟个人的 整体跟个体 整体跟个体的一个情况 但我的感觉是 一个这么强烈的一个宣传的调子 这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因素 所以可能也不能只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如果从单一的话 我觉得从外宣的来说 并没有达到他要的目的 从外宣来说 我觉得我要从这个角度看 第一次就说 你做总比不做好 你不能说你一定会达到什么目的 你现在的这个目的 我觉得还可能 这个在变化当中 还不明朗 对还在变化 那所以我说 那你不能说我坐在那边 我省都不干 那所以我说 他现在这个做法呢 你说真的是有多少 多大的效果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可是你总是会有一些正面的反应 你像你刚刚讲那个G7 那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反应 对不对 那就是说那些国家 那G7除了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 都是区域大国 不像是美国是全球大国 是 对不对 那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分量 在国际上的这些分量 是完全不一样 那所以我说 中共呢 他如果说能够跟这些国家 能够稍微改善关系的话 你刚刚举那个例子 他会站在多数了 你刚刚举那个例子又不好了 因为美国之所以把武汉肺炎 又挂在嘴巴上 是因为赵立坚先去把说 美军是那个病毒的感染源 是赵立坚先丢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但那个之前就是 美方在那个之前就是 后来又更强 本来川普从来没有不用 这个Chinese Virus 他用武汉 我之前的时候 川普尽量避免用 其实川普很少用 但是在赵立坚那个之后 他才突然间连续几次 好了 我想我们这样子 也不是说要帮中国的大外宣 去批评他 或者要帮他宣传 我们是我们是做分析的单位 我们来了解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企图 那么现在看起来 可能内外宣都是考虑了 内外宣都是考虑 因为习近平也需要让加一种 因为之前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说 原来他的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中国在对外宣传是非常被动的 因为国际上大家都认为 都是因为你的体制 你的隐瞒 你的这种官僚体系的代呼 现在变成全球 而且他必须 他的确也必须要做这样的防卫 因为不然的话 大家把疫情都怪到你头上来 中国也吃不了都是走 现在已经有些国家 要搞这个什么索赔 索赔 对 但我觉得难度很大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好 我们换一个话题 回到来谈一下最近的这个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有两件大事情 一个就是油价到现在为止 那么都还在掉在半空中 那么但是昨天当然也传出来说 沙特地跟俄罗斯 可能已经谈整一个协议 但是看起来没那么简单 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被这个疫情给掩盖掉 就是普丁他的这个修宪 现在看起来即将大功告成 因为公投的时间是延后的 但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大概通过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那我想要跟这个 汤教授来请教就是说 您对普丁的研究很透彻 他从2020上任到现在 普丁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 就是跟西方对垒的 中间应该有一些转变 对不对 我记得他们之前 他们一个外交 他们外长提上这个多边主义 的一个走向 这个多边主义也没那么快 甚至我看到一个资料说 普丁刚上任没多久 还跟这个美国提议 说他想要加入到北约 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企图 中间有好几个转变 颜色革命的一个爆发 或者是这个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想这中间的 我们要怎么来理解 现在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普丁这个人 他确实是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 不能说是枭雄 可是我看是差不多了 意思就是说 他从2000年到现在 他把整个俄罗斯 根本就完在手中 是 他先当总统 总统完了以后当总理 总理完了以后再当总统 然后往后呢 也还是要这样干 是 那所以说呢 他要从2000年 一直要干到2000 2036 如果修完线的话 他可以再干两任嘛 对不对 2036年 等于说现在他已经快了 已经差不多20年了 他还得还要再做个十几年 对 2036年嘛 36年 这个比很多皇帝都久 很多皇帝做不了36年 对对对 那他凭什么 我觉得他第一个 他唤醒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种民族主义 也就是说原本是苏联 结果苏联垮台了 垮台了以后呢 他国力大使 所以他觉得说 我们现在必须 我说老百姓啊 必须要有一个强人出来 恢复往日的这个光辉 那这个人是谁 刚好就是只有普丁 因为前任的这个叶尔卿啊 他的这个形象非常不好 就给人家感觉到 这个非常软弱 就没有这种能力 结果普丁 结果这个叶尔卿 找了这个普丁来 那普丁所展现的 这些动作呢 确实让很多的老百姓啊 他这个得到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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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呢 你刚讲这个说 他跟西方的这个关系 我觉得还是次要 重点是说 普丁要在俄罗斯 能够稳住阵脚 也就是说要长远执政 结果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掌握媒体 第二个掌握这个 他所谓的 这些寡头政治的 寡头这个大的企业家 是 然后呢 掌握选举机器 也就是说 他要做的事情 完全是为了 当然你要讲 狭隘的是说 他为了他自己的 这个权利 可是你要讲 广义的话呢 就是因为 他在2000年那段时间 刚上来的时候 过了没几年 他的支持度到80% 他现在还70% 我看到国际上 有很多人拿普丁为例子 在讲叫独裁者的精进 进阶版的独裁者 所谓进阶版独裁者 相对于过去 特别是冷战时期的独裁者不一样 他们还是有民主的形式 他也有一些反对党 甚至说媒体上要批评他也可以 但是他对付这些人的手段 是可以用有法有据 取缔你 或者是 或者你知道 俄罗斯有一阵子 突然间这个人被暗杀 那个人被暗杀 的故事很多 那这些东西 都是一种统治的手段 那就诉求来讲 你刚讲民主主义 这是一个说法 一个我们讲到一个 核心的一个概念 那他另外一定还有一些 能够说服俄国人 来从原来89年 整个所谓的 全苏联垮台了以后 经济面临倒退 到最后回来之后 他比如说 他提到一个叫做 state civilization 国家文明 表明说俄罗斯的东正教 俄罗斯的这种家庭的这些东西 它是个文明 但是它不同以纯西方的文明 当然 它有它一套论述 它有它一套论述 可是我觉得那套论述 当然是有一些 很好的作用 可是这个外部的因素 给普丁在刚上台的时候 的那个助力 那我觉得是 更大 还更重要 意思是为什么呢 那时候油价 油价涨到很高 2000年的那段时间 那个油价 100多块 而且还持续了一段 很长的时间 好几年 结果那时候俄罗斯的国库 满满满的 对对对 结果呢 他就开始了 这个要加薪 就把他们那个公务人员的这些 尤其是这个像什么老师 什么这个医生 什么的 把这些人的薪水 全部都提高了 这个比例非常高 那所以说在那段时间 就是天助普丁 就刚好是这个 在这个节骨眼上 那所以说从那个时候 就打向这个基础了 然后再照你刚刚所说的 开始有意识形态 有意识形态 那更重要的是说 他要保住他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他对外 他似乎努力的在 想要维持独联体 就是原来刚垮台 除了有几个国家 东欧国家独立的 那个本来就不属于苏联的 但是原来在 苏维埃联邦里面的 他至少维持 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这是他的目标 对不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 POP状新闻 这个唐教授 我们刚刚讲到说 普丁上任到现在 已经20年了 那他其实也不是 一开始就跟西方 关系那么坏 大家都还记得 原来还有一个G8 对不对 对 G8 G8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没有 是不是从克里米亚 就是2014 中间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西方的 这个进逼俄罗斯的势力 就是2011年的颜色革命 这个发生在 特别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这个选举 那么当时就 一些人认为说 要把原来俄罗斯边疆的 这些地方 都慢慢变成 全部亲西方的一个势力 之前 在那个之前 像波兰 像捷克 都加入到北约去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就已经少掉了 很多他的一个缓冲地 你现在连原来 独联体里面的范围的东西 都要进逼 这是让俄罗斯 跟西方关系 改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另外就是刚讲到的 2014年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俄罗斯出兵 他透过一个 公投的一个程序 的运作 把他收归 他到现在其实已经五六年的时间了 这个也算是 普丁任上 对俄罗斯的 这个土地 的一个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强化 重新增 对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俄罗斯就面临西方的 经济制裁 对不对 欧美的经济制裁 好从这里头 我们再延续来讲 油价 油价的变成一种武器了 油价之前我补充点 是 因为俄罗斯是91年 他这个 解体了 然后93年 解体 91年 然后93年 有通过线 93年以后 等于他站稳脚步了 那93年那个时候 他是向西方 大肆的 要开 对 对的 可是呢 西方国家 望而却步 为什么 因为里面 贪腐恨行 那所以说 他说开了半天 你们是西方国家都不来 那所以说 他才跟中国 进一步的来改善关系 而且他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那这个是在叶尔卿时代 那叶尔卿时代 那个时候就已经跟西方国家 就没有说打好那么好的关系 然后我刚刚 然后再接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普丁社时代 刚来的时候 油价 等等等等 然后再接到你现在讲到的这个颜色革命 对 颜色革命是2011年 2011年的时候 对 那一段时间 然后再讲到这个2014的 对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 对不对 那这个一连串 当然 普丁也觉得 他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因为他觉得 西方国家的 不管是军队也好 是你的意识形态也好 你就跑到我家门口来了 尤其是这些 像波兰 捷克 匈牙利 这些都加入了北约 那所以说 他觉得 这个是西方国家给他 很大的威胁 他必须要有所反制 反制就是克里米亚 所以说克里米亚以后呢 当然西方国家又更加强反制 他就是开始制裁 就经济制裁 经济制裁 他制裁了以后呢 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就更僵化了 然后才会有美国这个页岩油的这个事情 没错 美国页岩油是说2010 2014那段时间 美国这个大爆发 这个页岩油不得了 产量这个大增 结果现在美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了 那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 那 OPEC就跟这个 这个俄罗斯呢 他们开始要合作了 对 才会有这个OPEC plus 是 就OPEC有十几二十个国家 那plus有这个大概十几个 14个国家 那他们总共的油产油量是多少 全世界60% 那所以说他会觉得 他们要如果合手 连这个合作的话 对 对美国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确实也达到目的了 对 可是呢 这个东西也是七伤权 对 伤到自己很厉害 因为你现在 这个 因为疫情 现在我们讲到疫情啊 因为疫情 所以说 需求量降低了 需求量大降 可是沙古地还说 我四月开始 我还要增采 增采 那这油价一定逛 那油价一定是荡到谷底 可是 沙古地有他的本钱 为什么 因为他生产一桶 平均讲起来 对 这个八十块 八十块 不用那么多啦 八十块那没办法 我现在想看 不是 不是 八块 我讲错了 八块 八块 对对对 八块 因为他都是地表油 俄罗斯多少 俄罗斯大概是二十块 二三十块 三十块 美国是多少 大概四十块 四五十块 如果你八十块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 从一月份那个时候 还是八十块 对不对 一月 我就说在今年年初 这波石油赚还没打之前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是八十块 八十块的时候美国还可以大赚七钱 对 可是你现在已经降到二十块了 是 从你八十降到二十 那美国现在已经 他有一家那个很大的这个夜盐油 都倒闭了 倒闭了 还有小的银行也倒闭了 对 那所以说现在呢 大家都等于在大车 对 就说我 谁撑到最后 来跟你调 因为你美国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夜盐油的事情 使得这个OPEC跟这个俄罗斯呢 损失相当的惨重 对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回击 那现在哪个国家的底气比较足呢 如果说这个油价战要打下去的话 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烧地 烧地他开采的油价的成本相对低 非常便宜 可是烧地也有一个危机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石油财政 因为他要做经济改革 所以他的财政也必须算得很准 也不是能够长期的 那俄罗斯刚刚讲到 他开采成本比较高 现在国际油价已经比他成本要低了 没错 但是他现在的外汇 存底还有几千亿美金 没错 可是他跟中共 2013年他签了一个那个大的单子 对这个没有错 而且当时一桶90块钱 那个时候是还不止了 一百多 一百多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说中国 那现在这个事情 媒体都不能讲的 因为讲的话老百姓会生气 对呀 就是说你现在目前 你中共跟他买石油 一桶还是一百多块 一百多块 可是你现在实际上 而且是一个保证的 这个采购的量 对 而且现在前大概一个两三礼拜 中共派了很多的油船 跑到那个伊拉克去 把油一大堆油 对对 运回来 一大堆油运回来 就等于是做这个战备出油 是的 因为他觉得 他对跟俄罗斯来讲 这个东西 是会太大了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签的 平衡一下了 2013年签的 对对 所以那一个约 将来如果大陆有人 比如说我们这边要算的话 会去算这个账 就是说 你怎么会跟俄罗斯签一个 没有弹性的 你至少要跟市场 有点的联动 他就是要绑住俄罗斯 我知道他绑住他的结果 就把自己给绑住了 没错 现在2500亿的一个合约 2500亿美元的一个合约 对啊 我觉得是当时是谁去签的 这当然要习近平大拍板的 绝对是习近平做什么 对啊拍板的 那但是大陆没有人敢去批评这个 不敢啊 不敢 因为这个东西 等于说是他的一个 这个压仓石啊 哦 因为俄罗斯在背后啊 是 必须要把它稳住啊 哦 他用这个的 俄罗斯也不会跑到西方去啦 不一定哦 啊 啊